今天心拍攝的景峰有接到民眾報案 說他要讓生和死命 還沒生涼的朋友在家裡喝酒 這醋音太大 還要亂到這個房子 但是他們還沒有痛苦放 反正到現場後 電腦到這裡 年輕人會來起床 跟他就無法繼續進來中逢 景峰有一次炒風 這個年輕人家吃小酒醉 又一直大聲在發生 先說就說不出車 這個人跟警察起床完結 越來越難受 看到民眾會失去控制 將會把負面負責任何水遮掛 接獲報案人指稱 其兒子與朋友 疑似在家中飲酒及妨礙案 針對少年抽菸及飲酒部分 分別通報 衛生局及社會局進行採法 這事情發生在新北市新增 這些吃小酒醉的人都未成年 七十分店過的點外 五位朋友在家裡吃粉和吃酒 京峰接到家庭的通報 將這五位年輕人帶回去派出所 在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 有明文的規定 任何人都不可以販賣交付或者供應這些物質給未成年者 那如果違反這樣相關的行為的話 會處分一到十萬元的罰還 嚴害防治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 任何人是不得供應煙品給未滿二十歲的人 那違則會依照罰還 我們會處最高二十五萬以下的罰還 十安的五位人裡面 最九歲只有十三歲 其中兩個要在中國中 不過未成年消費吃粉、吃酒 京峰也要對家庭頭 調查什麼人提供粉和酒給他們 也通報衛生局及社會局 此外現店頭有提供粉和酒的行為 相關單位也會以後來採發 記者綜合報道